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款调温横温的电烙铁 有朋友说,这个烙铁芯是两个引脚的 它没有温度传感器,它不是横温的 实际上是的 它是利用可控规T1端这个EO的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 通过10K电阻偶合到单片机的一个ADC引脚来检测输出的温度的 我们知道这个发热管它的温度越高,它的电流越小 这样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就小 通过这个电阻反馈到单片机,它的数值就小 当它的温度低的时候,它的电流相对来说就大 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也就大 反馈到单片机以后,也能够检测到这个发热管的温度 所以它就通过这个原理来控制可控规的处发角 从而控制输出的功率 同时也是通过这个电流的压降来显示相应的数值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 这端是220V输入 这三个按键,两个是调节温度的 一个是开关机的 这两个一兆的电阻是过零检测电阻 这几个电阻是给数码管限流的 它是三位数码管 这个芯片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它能够把220V电压经二级管半波整流以后 把这个输出电压降到5V或者是3.3V或者是2.7V 只需要更改外部的一个电阻就能够改变它的输出电压 在这里它是输出5V的 这个电容还有这边这个电容是它的输出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是它的一个引脚的供电滤波电容 这个二级管和这个发光二级管包括这个82K的电阻 是在220V上直接接过来的 它就是一个电源指示灯 好,我们说一下它的工作过程 220V经导线输入以后 这段这个火线通过这个导线接到烙铁线的一个引脚上 烙铁线的另一个引脚接到可控硅的T2端 可控硅的T1端经电流取样电阻 这段接零线 这时电源还通过这个二级管给这个芯片供电 这个芯片降压以后将5V电压给单片机 这时数码管经单片机驱动显示了 这时我们再按下这个按键 就把这个电路打开了 打开以后呢 单片机输出驱动信号 另外在220V输入端通过这两个电阻降压以后 输出一个过灵检测信号 加到单片机 这时单片机从这个引脚输出驱动信号 经电容偶合以后驱动可控硅 可控硅倒通以后发热管就发热 通过电流取样电阻检测发热管的温度 反馈到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输出的脉冲宽度 从而达到了恒温和调温的目的 下面我们把烙铁上上 看一下它不同温度时的整机电流 就知道它为什么能够恒温了 好我们看一下 它在不同温度时 它的功率的大小 我们给它插电 现在我们看 它是零度的时候 它的功率是60多瓦 随着温度的上升 它的功率渐渐减小 变成30几瓦了 现在是200多度 总之它的温度越高 它的功率就越小 单片机就是利用这个特性 来检测它的温度的 当它的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 它的功率会进一步减小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